博对阵XR的第一局上半场 这边是永眠阵扳掉了机械师 阿富达雕刻家 对面是一套BOE的标准阵容 现在雕刻家被削弱了 这张地图有一个祭司 雕刻家想要赢 其实需要的东西有点多 就需要有一个好的开局 一个好的开始 是成功的一半 他这边需要一个非常糊的开局 能够撞脸先知 这边不会看见了吧 好像隔着这个建筑 有可能的瞄到 刚才我隐隐约约看到一点点 不知道是不是 好像是的 这里先知的走位有足迹 那应该是暴露了 上来撞脸先知的话 阿富还是比较舒服的 算是一个最优开局 虽然说离的距离上面有点远 但是只要能找到你 都是可以接受的 带的还是一个闪 这边拦一手 防你上车 哎哎哎 雕像 夹不住 夹不住 跟车 那这边先把这个洞打了 转手来抓祭司 阿东的祭司 一个洞被打断 漂亮 再打一轮 我去 这里有闪现的 再打 这 我这连续三个雕像 那闪现都省了 回头看前锋 有没有来没有来这边贴近一刀先知鸟顶上 可打 因为有闪现的 祭司这边一个洞 我跟过去除非被返船 然后这边一个闪现落地刀 翻下去 阿富这边绕过来 祭司过来下板 没有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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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雕像 补夹一手 前锋一波撞 其实刚才闪现落地 我觉得会更好一点 这里是 想来追着前锋打嘛 阿富 其实是需要一个 挂人节奏的 这个节奏其实还不错的 但是 这边 他的一个犹豫的话 是让 哎 落地 这 这节奏就不好了 祭司在二楼 前锋在这边蹲着 对吧 你击倒了人 我这边直接撞救 他是 难道看错了 以为这个人下来了 哎 他不知道祭司在哪里了 阿东 这也能蹲吗 哎 没看见 哇 阿东这个卡视野 在 哎 一个洞 交到了地下室 那 打掉 哎呦 这个祭祷时间 差了很久了呀 差了将近一分钟都不止了 一分钟可能都要超出了 挂 我觉得没必要挂地下室 对吧 让你们来救我才有更多的机会 外面三台机 三台机 防一手前方的撞救 唐哥这边先看你 哎 确认你把人挂上了以后 我再撞救 金身 打一刀正射 哦 哦 这个金身 切的也是堵啊 我是觉得这个金身 切的不太好 但是打了一个正射的话 就两两回事 打了一个正射 他这边直接开了二阶的 哇 这真的是拼命三福 说实话 打一刀把人救下来 阿福这个金身 他是闪现底牌切的金身 亏的 真的亏 但是正射就不一样了 正射就不一样了 这边优秘 把人先放下 分场 赵先知 推一手 这边优秘 来 打一刀 就下来 前锋 球不太够 不太可能来补撞了 这里祭司的话 阿尔街 有一个洞 怎么说呢 能够挂飞祭司 但是他由于已经切了金身 他的一个开门战能力 不是特别的强啊 没有闪现 没有传送 他可能不一定控得住场 这里 哎呦 我天哪 大哥 你卡呀 兄弟 再再再再架住 两年 两年雕像 两年雕像 打一刀 嗯 还行 呃 这一个本来 前锋如果撞旧的话呢 球者是可以运营一下 来尝试打一个 私人战 开门战的 这一波金身一切呢 还是能把这个人先挂飞 挂飞了以后呢 虽然说我这个金身 对吧 整体上面来讲 开门战效果肯定是要差很多的 但是毕竟前面节奏抓住了嘛 也行 宝拼真胜了 呃 球人者想要运营一个三跑的话 要让前锋拥兵站出来来吸引 而且要奠机先修完的情况下 再加上这边前锋拥兵其实道具也不多了 相对来说 目前来看偏一个军事偶偶开 两边都有机会 但是大概率偏平啊 大概率偏平 反自破 哎呦 这个金身切的真的是 哇 这你万一对吧 打椅子了 不雪仗 就算没打椅子 不吃这个震慑 前锋把人救下来也亏啊 撞一波 这边前锋 要吃一个雕像吗 两连雕像 能不能补上伤害 前锋的道具不多了 想要上车 推 前锋往前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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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不上两车一刀上不了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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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我我我他呆了一下 镜头给他阿福阿福这边看看自己哎哎做做动作看看自己这个是阿福自己的镜头啊他在欣赏自己的美貌阿福说我怎么这么帅我怎么这么猛我这个金身怎么切的这么这么帅电机已经好了电机已经好了偏区一个屏区向于一个平局地窖在中间没有压门的两连雕像先打打完这边再等一个二连把前锋打成本来的东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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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伤害大学以后可以提示我自己 мithider工各国的区各个弹体身体坡这游都已经好我们接受现在沙发加速成功不 chairs的东西就只消费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